我们很多人可能斗过这种感受 在您求学成长的过程当中 如果能遇到一位好老师 实话说 这是一种幸运 咱们今天就讲一位好老师的故事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先生 作为北大知名的教授 李大钊先生其实薪水非常丰厚 维持一大家子生活 根本不差钱 但是他常年过着粗茶淡饭 这一身布袍上 是补丁裸补丁的清贫生活 他的妻子赵任兰 甚至面临过没有米下锅的窘境 什么原因造成了呢 原来李大钊先生绝大部分的收入 不是用来做党费 就是用来接济青年学生 以至于自己的家庭 经常是入不敷出 后来北大校长蔡元培特地嘱咐会计 说李先生每个月的工资 你们拿出一部分 单独寄给李大钊先生的夫人 免得他们家里边揭不开锅 每年到北大开学季呢 很多贫困学生就会收到一位 落款写着吴明氏寄来的汇款 很久以后大伙才知道 原来这个所谓吴明氏 就是李大钊 在得知他的古道热肠之后呢 有很多寒门学子 哎呦 这个李先生我们交不起学费 就找他做担保人 李先生也是来者不惧啊 他当年写过一幅对联叫 铁尖单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也是他高尚情怀的一种真实写照 可以说呀 李大钊是一代革命青年的指路之人 毛泽东周恩来 陈毅邓颖超 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 都曾经得到过他的教义 毛泽东曾经回忆过 他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期间 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他说李大钊是一个大好人 他是我真正的老师